但是量缩怎么解读呢 请到的是 胡玉堂胡分医师 玉堂怎么看 今天这根实体红K 很多个股的涨停 都涨在这些AI股上 但是却量缩 这量缩现在对于反弹来讲 好或不好怎么看 好的 凯明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那第一个量缩 当然就技术面来讲 我们是正希望 是日后的量是 比如说补量上工 对多方信心是更好 甚至更有力功前高 但是今天的量缩 我觉得情况比较特别 我认为是好的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今天涨就AI 那之前AI很热 我现在到 大家前一波都知道 哇那时候 动辄成交量 这个四千多亿 然后当冲很热 今天的缩代表什么 投资人会怕 那会怕 绝对是好事 为什么 最怕就是大家一窝风 全部抢进了 那有时候行情就是 极短线上或者是 短线就减高 那因为上礼拜 我们知道有很多这些 违约交割啊 尤其都是在AI股身上 所以你说今天第一个反弹 原则上就 比较可能的市场上 大概两种的一个操作 目前我们在 早上节目有谈到嘛 就是先前你可能有套牢的 趁着今天的反弹 有些人先跑一波 甚至前两天你有去 抢短的 赌今天会反弹的 政治组接下来会跌升 很多人会在今天卖 那第二个空手的人 他当然不敢在今天追 就像我们早上聊到 大家会怕嘛 这个AI股有时候盘中 突如其来的击杀 甚至明天也很难说 会不会就此休息 所以第一个 我觉得今天很亮说 对台股来讲 后续的反弓 我会比较正面去解读 当然AI股 如果说真的恭喜各位 你手上有的 那如果今天还说暂停的 你有一些形态比较弱 我们早上大概有谈到 可能在月线 这个破上升轨道的 你可以先卖一部分都OK 但是比较强势性的 我们早上也特别跟 投资面有谈到 就是通波机吧 PCB这一块 因为台光电为首 因为它的形态 甚至是股价 反而都还是能够 守稳于上升轨道 甚至还写下了波段新高 所以台光电上来了 我们早上也谈到 像6274的台药 就是你现在的策略 如果你真的要挑AI股 我的大方向就是 找形态来说 它是守稳于上升轨道的 那原则上 大概这一波 我们很简单来讲 就是抓白色的月线 大概啦 因为这一波 如果都抖出多方式的话 你大概就是 你拉回月经线附近支撑 这个地方你去找买点 我觉得这个策略OK 再来再往上游去找 好像是5340的建农 毕竟建农来讲 它有这个日本的母公司 Nitobo的技术支援 因为在LODK的一个 这些波纤砂波纤部的部分 能有的厂商不多 所以建农来讲 由日商的奥元之下 在LODK的产品 供AI 5G是可以期待的 而且今年它的母公司 日东坊股价都涨了八成 所以建农会不会有机会 走一个植衣母贵的效果 或许也可以期待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我觉得AI来讲就是 不像先前 我觉得大家的追逐这么猛烈 那反而投资的朋友 可以更静相心去看 能够未来有业绩 实质受惠的公司的话 趁着上礼拜 或者像是今天 今天可能都比较好的买点 错过没关系 如果接下来 有稍微震荡整理之际 这一些业绩有机会 比如说未来 见到营收成长的好公司 我倒觉得还是可以 抱持着峰会去做布局 好 这我们看到 在今天台股当中 先从AI股的反弹 量缩 玉堂认为是好事 因为不像之前 如果这一反弹冲高 那掌停板开开关关 没打没锁紧 然后又爆大量 就代表又有人激情在线 又冲进来了 那现在看起来 上周才经过了一周震荡修正 甚至还面对有融资追缴风险 甚至还有这种当冲 没做好 然后违约交割的情势 让这一次的反弹 明显亮缩 玉堂认为 这样的情况 反而是筹码比较稳定 扎实一点 比较好一点 但接下来几天 接下来几天我要请教玉堂 接下来几天是不是就该放量 然后再攻 才可以算是守住了这次的季线 那当然网上现在要挑战 就是上个礼拜三 当天的大黑K 今天看起来 好像有往大黑K的一半靠近 那我也请教玉堂 接下来几天就该放量 然后该涨到的 还是这些AI股市吗 好 如果当然以旁边来讲 可能AI还是主轴 这个是最具有吸引人气的 因为都是集中在电子相关的 然后又是全职指标 那真的是要放量 因为我觉得接下来的走势 如果AI真的要还是主轴 甚至更吸引人气的话 它一定要过前高 我觉得就像今天的台光电 台光电在这一波是过了 因为7月31号大家还有影响 那天几乎AI股都杀很深 很多像我刚刚讲到渐龙一样 就是那一天都是黑K 一根厂黑K 那我说要像台光电一样 就是过了本坡高点 要过本坡高 那代表说 先前的市场的一些利空 甚至是卖牙都消化完毕了 你才可以比较正面去解读 所以举例来说 你说像人气指标的伪创 7月31号那天是爆量黑K高 那个黑K下杀之后 就连跌四天 当然也许伪创还没看到 7月31号黑K高 它最先要克服的 我们早上有谈到 是月线 那2382的广大 差不多7月31号的黑K的 压力区271 也是这一波的高点 那我觉得接下来AI股 它一定要有 像台光电这样子 一棒接一棒的 如果能功课全高的话 它才有机会 如果假设比较负面的情况 就是明天资金又从AI股测出的话 那很有可能真的 AI在这个地方 再续工 再成为人气主角的话 几率就比较少 所以明天我觉得是关键 因为今天很多AI工长庭 你不能明天整个人气就没有 所以明天要能够持续性的攻击的话 这个才攸关AI 是不是能够在上个礼拜休息之后 再持续性攻击 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焦点 好那讲到伪创 因为今天强势 但是接下来几天 尤其是明天 这些AI股就不能弱 那明天还好有这个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刚好传出说要发表 对于超级电脑的这个 这个大秀 所以有人认为这个题材 在这里是不是有激励 AI股的一个反应表现 但是刚刚也说到了伪创 那特别就从伪创来看 你刚刚先说 要先看他挑战月线135块 是不是可以快速站上 因为还有10块钱的距离 但是往前看 他最大的筹码压力是在哪呢 我们到哪里就要 最好不要乱追 或是要警觉小心 一定多少会有一些 前一波的解套卖压在 在哪里呢 好 我觉得第一个 我刚刚有大概谈到 月均线可能会是一个 以技术面上 我们会先解读的一个压力区 那我大概 大概抓135 今天涨0125 可能明天假设又开高 有接近月均线附近 以我的策略 假设你这天 昨天或者上礼拜 有抢进的投资人 可能先跑一趟 我觉得不少先出一半会比较好 因为毕竟他是从月线之下 往上反弹 那这个地方 刚好月均线又是 紧接着7月31号 隔天下跌的那一根 空方量之下 差不多就是135这个位置 我会把它先视为 初步的一个反压 那这个可能在 其他类似像伪创这一种 从月线之下 谈起来的AI股 你可能在明天 假设有开高 接近到月均线附近的话 我会建议 这个地方先跑一部分 先跑一部分 可能会是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因为如果日后真的一档一档AI股 都是过了前高再上来之后 那我觉得你这个地方 再加码 我觉得都还有机会跟空间 反而采取就是逢压力 先卖一部分的策略 也会是比较好的 好 这是我们看到 在股价上的一个反应表现 尤其是指标股就是 刚刚讲到的伪创 那当然今天伪创先涨停之后 接着轮动的是英叶达 再来就看到包括有 技嘉跟广达 这些个股的轮番攻涨停 那广达比较后面 因为它比较大型 但广达今天的涨停 其实对于大盘的贡献度 是很高的 因为它对于指数 就贡献了26点 伪创也才11点 英叶达涨停是6点 还有韦影 另外还有台积电 台积电涨7块是561块 今天贡献指数 大概是58点左右 但看得出来 今天连一半都不到 台股的这个一半 台积电的贡献都没有 所以这时候看起来反弹 还是看AI 台积电就是稳盘就好 不要跌就好了 那另外则看到 在个股的部分 台积电的设备股 反而是上礼拜 就已经先强势 然后今天又走高 有星云 有世新KY 有台药 还有包括像亚翔 晶圆电这些个股 会不会其实 真的台积电 就当这个稳盘要脚就好 不要拖累大盘就好 但是台积电相关的 设备概念 还有先进封装的概念股 甚至IC设计股的部分 其实是这一波台股能不能够再走强 很重要的一个强势关键 因为它也是上礼拜 比较落后补跌 但是也快速回涨的个股 是先比较晚跌 然后比较急涨 像这礼拜五跟今天的表现 那从这里来看 我也请教这个预谈 这种台积电的设备概念的部分 星云当然涨停了 就很强势 锁住245块5 涨了22块钱 那世新KY 也看到今天股价到了2040块 重新收复2000元大关 中止连黑 中止连黑 所以接下来几天 台积电设备概念 或成熟制程 失制程概念的部分 也是有比较可以 安全续报空间的吗 它会不会比那些 量大的AI股 来得比较会长 甚至比较维持续报安全 睡得早 抱起来睡得早 你认为呢 其实我觉得 都还算是蛮强势的个股 会不会比较容易睡得早 我觉得倒不至于 因为毕竟都是有他们的 基本面我觉得都不错 因为举例来说像星云 基本面绝对是好 我觉得没有问题 那因为第一个 它在日前也是跟着AI股 你可以发现到上礼拜 也是从7月31号之后 连续两天的黑K下杀 第一个也是让市场比较担心 那我认为 抱着比较容易睡得早的个股 举例来说 如果以星云为例的话 我可以这么解读 就是说它的形态 还比较维持多方架构 没有跌破这一波上升轨道的话 我认为第一个会比较容易睡得着 第二个是实质面上 未来的一个接单是 可以比较正确期待 不单单只是走题材性的 我觉得走这两个路线 当然星云上来之后 当然其他的台积电周边 有些设备股 之前谈到一些市场 带到很多 一些什么COAS 相关的这些设备股 当然我们就不一一点名了 那我主要讲的是说 有一些比较是 有点跟涨 补涨 比较差边性的 那可能你就以短线的进出就好 就是其实前一波再涨 COAS 施制成 前面一两个月都没涨 大概你发现 可能过去这一两周才涨的 有一些 不是说他们没有接到单 而是说实质的受惠程度 比较没那么高 不然它不会落后这么久才涨 除非真的是被市场遗忘很久 它是有接到定单没被发现的 但是大部分来讲 有一些最近才动的设备 可能就是因为资金你说追不到星云 然后都涨停了 那可能就会转转其他的设备 那可能这一些个股 你就是以短进出为主 那刚刚谈到 如果以我 我现在假设 我现在抱着这些的一个 波段的一个强势形态的个股 我会挑 形态还是比较走多的 那我觉得它能够站上上升轨道的话 原则上它会支撑我 还有续报的条件 或许还可以期待 也许明天相关的AI COAC的设备股 或许都还有公告的一个契机存在 好 这是我们看到 在先进封装设备的部分 是不是爆股起来会比较睡得好 在这里真是求得安稳 因为上礼拜的这个惊吓 真的让台股一阵昏乱 慌乱 那不管是当冲客 甚至包括了有很多个股 在融资大增突然急跌的压力当中 会有一些所谓的追缴风险的问题 但是上礼拜其实在礼拜五当天的反弹 融资又回增了将近20亿了 但今天股价就强谈了 又有177点回到17000点之上 好 但是接下来几天就要挑战的是 五日线跟月线的一个关卡压力了 这三线均线纠结刚好就在头上 那尤其是上周三的那个长黑K棒 明天也要面对比较大的挑战压力 甚至可以说是解套压力 所以是要早的是睡得好 抱得早 抱得起来睡得早的个股 那除了先进封装设备之外 今天我们看到了波若薇跟华星光 也很强 一早也做了反弓 弓高涨停版演出 中指连黑 好 这两党个股之间 是网通股的重要指标 那今天两党个股都有再次碰涨停 甚至华星光好像在151块上涨 11块5 它是分盘交易还可以攻涨停的 好 会不会有再转强的空间 那当然呢 其他低价一点的网通股 今天表现也不错 不管是上全 正文 还有包括个股当中 有起击 这些个股的走高反应 省准 都呈现上扬 刚刚也有大单敲进 正文起击都有买单敲进 的拉高抬头 好 这时候网通股 也是可以抱着睡得着 睡得好的吗 你看呢 如果当里面 第一个华星光我抱着 我可能比较睡不着 因为分盘交易过后 波段涨比较高 然后公布出来的财报 是有进步 但是我觉得要支撑现在的股价 好像比较难一点 而且是破了月线 那我觉得第一个 类似像华星光这一种 我会建议 如果以我要抱着 比较能够抱着睡着 我可能不会抱它 我可能会显满一部分 这样我可能睡得比较安稳 那当然里面里面去挑的话 网通我觉得接下来是有机会的 因为毕竟美国的一个基建带动之下 其实这些网通设备股的订单的能见度 我觉得未来是有期待性 因为你看像最上游的瑞玉 最近投信买得很积极 虽然公布出来的这些 财报营收还没有显现出来 因为毕竟我觉得是在下半年到明年 其实瑞玉之前都有谈到一些 WiFi的一些集单 开始有见到 所以上游的这些 这个瑞玉都展望不错的话 那你说下游的这些网通设备的部分 第一个我觉得没有悲观的理由 那当然指标性的公司像企机 企机当然股性真的比较牛 我觉得说实在话 有时候操作它不是那么好做 有时候因为走走停停 但是你要报的税的早的话 这样的优质的公司 走出一波的一个上升形态的话 或许我们都还有期待它的一个 再功高的一个 就是说机会存在 只是因为我讲实在话 我对企机有时候股价这种 也是比较难拿捏 类似像钟蕾 钟蕾也是上礼拜吧 7月31号 那一天AI股跌 动到网通攻到涨停 隔天一根黑黑又压回 现在又拉回整理到军线附近 就是有时候你短线 看起来要攻的时候 一追比较容易套 所以我会建议网通这些的一个族群 你以拉回去找买点 我觉得比较好 不用去追红 不像AI股有时候你几短线要追强势 真的要敢买敢追 我觉得网通可能并不会走得太猛烈 但是我觉得走一个金金掌的格局 我觉得是有它的机会存在 所以刚刚聊到 像奇迹的部分 我觉得持有的续报 那空手者 今天掌我觉得你不急 假设明后天有回到 五日十日线附近的话 我觉得那个地方带低阶 应该都还来得及 好 当然看到了 在今天台股的表现上 这些个股的一个反攻表现 从网通到设备 还有包括AI股 今天的冲高反应表现 甚至散热股的部分 也是一个题材上走高的 像双红 今天就也所涨停 两百九十九块 涨了二十七块钱 它也做反弹 今天这一根红K 吃掉了所有的均线 把所有的均线吃下来 代表明天如果再涨 均线可以往上抬头 可以留意一下 它是个指标 但是双红涨停 其他的散热股的部分 包括渐准 还有包括血洗 包括励志 圆山这些个股 也有往上攻反弹 半根涨停左右 反而齐红的部分 涨幅是有一点收敛 在五盘过后 涨点有点收敛 在散热股这一块 怎么看 散热股当中 双红冲高 明天要挑战三百 要重新回整数关卡 到底之前的整数关卡 三百人是会 在这次的反攻 变成一个锅盖压力呢 还是说明天如果顺利站上 那又是真的测试三百成功 那就真的未来往三百 向上靠了 往向上走了 你怎么看 先说双红 明天挑战三百 可以追吗 今天站回所有的均线 算不算有企图转强 那其他低价一点的散热股 会可以留意的有谁 请教育堂 第一个刚刚谈到双红 我认为转强的一个味道是有 因为属于有一点点 极短线上破线翻的感觉 因为季线是非常重要的支撑 今天算是失守第三天 随后站上 那我们可以视为 它的一个跌破的一个支撑 已经化解了这样的疑虑 但是关键性上还是不变 7月31号那个爆量的黑K 必须要先去克服 那可能大概高点343.5 340这附近 他势必要先有机会去做一个挑战 这个是我觉得 从价的指标去做观察 后续的重点 那第二个当然 其他的这些 中低价的散热 或者没涨到 真的已经很难找到了 因为我们在上礼拜谈到 都已经之前都涨到像 圆山那种 做汽车散热的都动了 因为这波是先从 伺服器AI相关的散热动起来 那里面 我在早上也特别谈到 类似像 比较中低价一点 那也不算低价 好像见准 100多块 当然相对于 双红旗红 比较低价一点 我觉得因为业绩不错 那当然比较好的买点 是上礼拜 回到越军线附近左右 我说那个地方 是不错的一个买点 那另外可能像是 3338的泰塑 我觉得这个地方 回到越军线附近 也可以去留意 因为泰塑我觉得这一波 它比较后面跟进 我们之前在六月份 也讲了一段时间都不动 一直到七月中开始 才开始补量上供 因为毕竟 它在 一冷散热 这一块 我觉得 未来的一个成长性 应该也是蛮高的 甚至在中国大陆的 一个伺服器的领域当中 也是有一定的市占率 只是最近有些 负面消息 这个中国的 AI的相关的发展 是不是又会受到 中美贸易的影响 会不会对它的接单 整体会有所冲击 这个可能还有在观察 不过 如果说真的 以比较中低阶的战热 然后刚好这一波 又回撤的话 我觉得类似 类似像泰塑这种 形态的个股 像我们刚刚举例 见准一样 就是一旦它有回到 那种月均线附近 左右的支撑位置去 我觉得不单是散热 刚刚今天我们尾盘 所谈到的一些 AI相关的这种 人气产业的指标股 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大方向的原则 拉回到那种 重要支撑区的话 去找一个买点 好 讲到散热 讲到这个 有节能题材的部分 大家也在想 其实今天有一个话题 台股大涨冲高 回到一万七千点以上 看起来 早上有百花齐放的 这个冲高支撑 从AI到网通到散热 还有包括在今天早盘当中 比较强的半导体设备 这些个股的领长 但是怎么独确一块 上个礼拜蛮强势的 政策题材利多股 叫做探权概念 上礼拜探权概念很强 农林 滑指 贝利 全面冲高 还有阵龙 永风鱼 试指 这些个股的冲高表现 结果今天都脸黑一片 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为什么在探交所的总部 正式接牌的一个效应当中 却是概念股脸黑一片 那拉回可不可以买呢 先看看今天蔡英文总统 早上说什么 她说呢 她希望在七年之内 达到多项目标 第一个 要带动四兆元的民间投资 而且可以创造 五点九兆的产值 甚至可以因此带来五十万 五十五万个就业机会 探交所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 可以创造五十五万个就业机会 当然这也许是未来国际上的一个挑战契机了 那现在呢 要开始启动 但是呢 探权交易概念 在上周算强 甚至大家等待这一周的这个政策题材的发酵 结果今天正是挂牌的第一天 概念股却是脸黑 这怎么看呢 好 我觉得当然像极短线叫利多出境 但是中长期 就像刚刚我们蔡总统所谈到的 我觉得未来的商机带动的就业是有像农林 你看上礼拜 就不甩大盘就自己先懂 那你说短线探交所成立 我觉得它自然会有一些 就是我们常讲的嘛 就极短线上叫利多之间 但中长期我觉得探权交易它是一个大概念 那今天晚上在股市现场的节目预告一下 我们也会谈到有关整个减碳 甚至未来探权商机的部分 其实不单单是我们谈的绿能 其实还有一块更大的就是 其实在所谓叫永续食材 其实如果大家只继续关注探权议题的话 就知道其实农畜牧业所排探的占比 比这个所谓汽机车啊 交通排探的这个二氧化碳 这个温室气体的一个占比量是更高的 所以一些叫永续食材 我们常讲的什么叫做植物蛋白啊 植物肉的部分 其实你看像最近很强的大城 外资近期以来也买了两三万张 因为它的植物肉的品牌 在未来这几年其实公司都特别看好 甚至是我们常见的 最近这几年常看到你有喝咖啡拿铁就知道 以前都喝牛奶 现在用什么 用叶麦奶 就是植物奶的部分 那台湾的指标就是像一二一七的爱之味 其实你回过头去看 爱之味的股价在过去这两个月来 默默的也写下波段高了 因为毕竟这种潜在的这种叫永续食材的部分 未来整个市场的需求 甚至是说你说这些餐厅我们常讲企业减碳 你要怎么做碳交易 你必定要减碳 那你用越多的永续食材 用越多的绿电 你能省下来的排碳量 就是未来拿去碳交易的 所以我觉得刚刚谈到 今天的碳权概念 我觉得回答不必太担心 但是他反而给投资人再持续去检释出来 未来能够有机会拿到这些碳权商机的公司 我倒认为趁着短线上的利多 或使现之际的拉回 反而可以给空手的投资人 再去寻找下次上车的机会